超級墨 大家好 歡迎來到超級墨 我是小莫 我是莊瑩 對 我們 要來 塞棉被 我們要用 不一樣的方式塞棉被 首先 我們把棉被鋪平 拿電打開 掰掰 好的 好這個是我們的棉被型 好的 再來呢 開電風扇 吹熱起來嗎 這樣子 然後咧 塞棉被來 對 洞窟探險 塞塞塞 洞窟冒險家 洞窟冒險家 你在幹嘛 綁吧 棉被綁好啊 蛤 裡面是需要綁的是不是 對啊不然你的棉被 你把手機拿進去拍一下 居然有要綁喔 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欸 棉被要綁啊 棉被的這個 手機拍不到 裡面太黑了啦 這個 這個是棉被型 這是棉被被套 然後這裡要綁啊 這邊有繩子啊 然後要套過這個圈圈啊 要綁起來 不然你棉被碎一碎 這個腳會折起來 然後就會 全部變成一坨 就會很不舒服 原來如此 好智能的設定喔 對啊 你不綁喔 那你綁 那你綁 哇 洞窟冒險家 我拍一些 廢片 這是姿勢型好不好 這超姿勢的 我 我我我我長這麼大 第一次知道棉被頭要打結 已經26歲了 不知道棉被原來要打結 不知道棉被原來要打結 不然你平常都睡什麼 把它塞進去 完了 打包 OK 好了 撤退 喔 喔 嘿嘿 嘿 嘿 這個腳把它抓住 等一下甩一甩 天空算沒起到什麼作用 有啊 洞窟探險 好啦 有比較寬敞一點的感覺 洞流被拓寬的感覺 然後甩一甩 然後甩一甩 把它甩平 好了 好了 鋪好了 好 洞窟冒險家小莫 掰掰